我们这一讲来讲一下 全连接单隐长城网络的建模及其实现 首先我们还是要载入数据 怎么样载入Minist这个数据 我们在上一讲里面都已经讲过了 通过Tencent Flow所提供的Minist这个数据的读取模块 我们把这些数据读取出来 而且读取的模式是OneHot等True的 也就是说标签值返回的是OneHot这个值 它总共是有10列 如果我们前面已经把数据文件下载下来了 那么它就会直接把这些数据解压 解压好以后把相应的数据就付给了Minist这个变量 那下面我们就是要去构建输入层 右边是我们参考的单隐含层的神经网络的模型 首先在这个输入层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X1 X2到XN都是属于样本的特征值 那么我们这个样本前面说过了 是28x28的灰度图 所以它总共是有784个特征 其实是784个点 那我们这边呢要通过定义一个站位幅 也就是这个X 它的这个shape是784 前面的行数 那么我们这里不限定 是要后面根据我们训练时候决定那个mini batch 一次输入多少个样本来真正带相应的数据进去就行了 好 那么这个呢是有关X的这个站位幅 同样的其实Y这个值但实际上不是这个神经网络里面计算的输出层啊 这个Y呢指的是它的一个样本的标签值 那么是one hot的 所以呢它也是有实列 那这个呢我们在上一讲里面已经提过 这里呢就不再继续展开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准备构建隐含层 在我们这个隐含层啊也叫隐藏层 在这一层里面呢我们准备设置256个神经元 那么这个数量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整 比如说你说弄四个也好八个也好 甚至呢你用一千两千个都没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这边呢就取256个 然后呢我们知道 就是在整个神经网络模型里面 它是一个全链接的模型 所以呢前面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输入的样本节点 其实跟它都会做相连的 也就是跟A1相连的 是有784个样本的特征点都会跟它相连 然后呢还要最后加上一个偏字项B 所以呢这边我们定义了一个W1 这个W1呢它的shape呢是什么呢 是有784行 那这里呢也就是有784个特征 然后呢它的列呢是根据你隐含层有多少个节点来确定的 那我们这里呢是256个节点 所以呢它这边的列实际上呢就取的是256 也就是说我里面呢784个这个输入层的节点 每一个节点它其实都要有256条输出 所以呢这个shape呢是784乘上256 其实大家也可以能够算出来啊 它这里的这个权重到底有多少个 其实就是有784乘以256个这个权值 而另外呢还需要呢是有一个B这个B呢就是偏直项啊 就是这里取名为B1 那么我们这个B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实际上也是跟256个节点所相连的 所以呢这边给它的这个shape呢实际上就是256 它的初值给它负的呢是0 直接用了tf.0s给了它负初值为0 那么W1的这个初值呢我们用的是random normal 实际上呢是一个符合正态分布的这样的一个随机数 隐藏层里面的这个神经网络的这个计算规则 实际上就是把输入的这个特征值 就是每一个这个特征点的值 乘上它这条边上的一个全值啊 这个呢是用的是矩阵的插层 然后呢再加上偏直项的B 而这个呢公司大家现在应该都比较明确了 另外呢我们在这里对运算的结果使用的激活函数 用的是reLue 那么这个reLue呢在tencent flow里面也集成了 直接调用就是tf.nn 就是neural network神经网络的包里面点reLue 那么这样子就把这个Y给计算出来了啊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隐藏层的它这样的一个计算规则 然后呢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要去构建输出层 那么输出层呢实际上也就是得到这一批的值 那么同样我们可以看到你为了计算这一批里面的Y 那么它所有的前面的节点都会有权子 就有边跟它相连 所以呢它的这个权重的shape是什么呢 是有多少个发出的这个节点啊 也就是256个在这里 然后呢有多少个输出的节点 那我们这里说过了 它是一个one hot的 总共是有10列这个值 所以呢这个值呢取为10 另外对于第二个就是B2 然后呢它也是跟Y的节点数是有关系的 那是有10 所以呢同样它的shape呢就是10 那么整一个的这个前项计算最后出来的结果 实际上就是通过刚才计算出来的这个Y1的值 乘上它里面的这个全值 然后呢做了一个呃累加核啊 也就是插乘通过矩阵插乘实现 那么这里面带的两个参数呢 是Y1和W2 然后呢再加上第二个片子项也是W2 得到的forward是一个前项计算结果 但这个计算结果呢还没有加上激活函数 最后的预测值是通过softmax 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分类应用 那作用于forward的这个计算结果 会形成一个多分类的预测结果 就是PRED 这样子我们就把输出层给构建好了 然后我们呢去定义损失函数 这个损失函数和上一讲的是一样的 用的是交叉商这个损失函数 那么根据这个交叉商损失函数的定义 那我们呢可以通过Tencent Flow 所提供的这个log啊 raduce sum 以及呢raduce mean 然后把这个公式实现出来 这个呢就是损失函数 那下一步呢就是要准备开始训练了 我们这边所采用的这个参数 目前设置成这样 就准备训练40个epoch 40个轮次 然后呢mini batch的batch size 然后设为50 也就是说一次要训练50个样本 在一轮里面所要经过的这个batch的数量 实际上就是训练的数据集的大小 也就是55,000条 那么去除以50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有1100次啊 然后呢display 这是控制显示力度的设为1 学习率呢开始设为0.01 然后优化器我们这次准备用 这个adom这个优化器 那么当然如果你们要用梯度下降 也是一回事情 那我这边案例里面呢 学用的是adom 那么具体的就是在TensorFlow提供的 一系列优化器 它们各自的特点 在我们这个课里面呢 就不集中展开了 相关的资料比较齐全 大家呢有兴趣也可以去查一下 然后呢这个准确率的定义 跟上一讲的也是一样的 我们通过标签值啊 通过argmax得到它正确的数值啊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十个元素里面 最大一个的下标 那么这十个元素呢 作为标签来说 只有一个是1 其他的都是0啊 一个1九个0 然后呢我们这次预测出来的这个值 因为通过sortmax 然后会得到一系列 就是相当于是十个概率值 都是在0和1之间 我们在这里可以挑出 概率最大的那个值的下标 判断这两者是否相等 返回的呢是 True or False 真或者假 然后通过TensorFlow里面的 类型转换 把它转换成为一个浮点值 那么这个浮点值 就是变成0或者1 最后计算它的均值得到的就是准确率 好 下面呢就准备开始进行模型训练了 在这个模型训练里面 前面呢是记录了开始的时间 然后做变量的初始化 这里开始就是循环训练 那么在这里面呢 通过每一个的这个Batch Size 就是一次读一批数据 这个呢读取呢 也是通过TensorFlow里面封装好的 这样的一个函数 读取下一批 在读取之前呢 实际上已经做好了洗牌工作啊 就是Shuffle已经做过了 会打乱这个样本的这个顺序 然后呢进行运行 我们只需要把这一次 要输入的样本的值 做Feed 值传进去 就可以进行优化训练了 优化器训练完一轮以后 然后呢我们会通过 验证的数据集 去验证 去得到呢 它的当前的这个损失 以及准确率是多少 下面呢 就是把它这些值显示出来 当训练结束以后呢 会显示出 这次总共花了多少时间 好下面呢 我们就直接在Jubit里面呢 来实践一下 这次总共花了